下一個 練習09 做直線運動 有個圖形長這樣 請問你 誰的敘述是對的 誰的敘述 有問平均速度就算 只要是問 平均速度都是用算 那麼C跟珠是用判斷 判斷 它是0是對嗎 然後呢 它是做等速度對嗎 所以C跟珠是不用算的 用判斷的 請問你它的敘述誰是對的 6號 站起來發呆不知道 根本就沒有在想 在那邊混 坐吃等死 你在亂拆嗎 請坐 一樣 正確答案跟C 我當然我在處理 我當然在處理 3到4秒是平的 所以平的就是靜止 速度是0 0到3秒不是直線 所以就不是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 所以呢 0到3秒等速度 就是錯的 就是錯的 可以算出3到4秒 但是呢 選項A跟選項C 是我要問的 選項A跟選項C 我是要問的 第一個 0到3秒的平均速度 0到3 是不是做等速度運動 不是 那你要怎麼算平均速度 你怎麼知道0秒的速度 不是0 你怎麼算0到3秒的速度 你告訴我怎麼算就好 你用嘴巴上告訴我 你要怎麼帶就可以了 你不用算男人給我聽 你告訴我該怎麼做就好 35 35 不會 許莉 不會 我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 那你算平均怎麼辦 我一定要怎麼辦 找兩個點啊 我們國州程度也只會找兩個點啊 平均就是算什麼意思 找開始跟結束啊 開始是幾秒 在哪裡 結束是幾秒 在哪裡 然後塞進去啊 塞進去啊 可以了 所以 開始是0秒 開始 對不起 他問我0到3 開始是0秒 在0 結束是3秒 在3 所以底下3.0 上面3.0 所以不行多少 0秒1公尺 就算出來啦 這就是 怎麼樣算 第二個 你怎麼知道0秒的速度不是0 有人跟我說 因為他後面有個屁股啊 0秒後面有個尾巴 有個小屁股啊 所以他就不是0 錯 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他的 如果他的小屁股長成 如果他的小屁股長得像這樣的話 他可能就是0了 他可能就是0了 所以不是因為他後面 這邊又多了一段小屁股 又說他不是0 不是這樣看的 那你怎麼知道他的速度不是0 我剛才跟你再跟你說一次 我叫你背的重點 IST圖的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直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 越大 OK 那你怎麼知道0秒不是0 你怎麼知道0秒的速度不是0 只剩下兩個人沒有問過 這是最後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不會問到 NO.5屁股 另外一個是誰啊 21號 21號抽出來過了 剛剛那是誰 剛剛那是 7-7 你怎麼不是你 好 坐下了坐下了 那個直優生講的是對的 就畫切線 在他那邊畫切線 他是不是平的 不是平的啊 如果進了秒是怎麼樣 要平的嘛 要平的嘛 他是不是平的 不是平的嘛 他有一個斜率嘛 有個傾斜程度嘛 要是有速度嘛 有經過一段時間 會有位移嘛 所以他不是0 所以0秒的速度就不是0 我這樣說他不是0 好 再說一次我剛剛講的重度 IFT組 直線代表速度 割線是平均 切線是順時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越大 你給我背好 可以嗎 OK嗎 OK OK 提起課堂練習